大家好,我是天天,今天我们来做蓬松酥脆的大油条 各个空心,特别的好吃 配方和秘诀都告诉你,学会就可以开店了 先在盆中倒入400克的普通面粉 2克的盐 2克的小苏打 5克的无铝泡打粉 一小勺白糖 再打入一个鸡蛋 先把食材搅拌混合 用190毫升的牛奶和面 鸡蛋和牛奶的重量加起来是240毫升 边倒边搅拌 搅拌均用干面粉,加入15毫升的食用油 下手揉成一个光滑的面团 揉成那种偏软一点的面团 放上盖子饧面10分钟 吃腌道之后再揉一次 揉好之后放在保鲜膜上面 表面上一层油 用保鲜膜包起来 像这样就可以了 放在碗中饧发2-4个小时 现在面团已经饧好了,把它提出来 面团上面撒一些干面粉防粘 面团不要揉,直接给它拉成长条 然后再用手按扁 再用擀面杖擀薄 擀好的厚度约为0.5毫米 用刀切成2厘米宽的长条 筷子上沾上清水 隔一条在中间画上水印 然后两片对折叠在一起 再用一根万能的筷子 从中间轻轻按压一下 平底部粘锅中倒油 油温上至七成热的时候下入油条 炸油条的油温一定要控制好 油温太低会影响油条的膨胀度 油温过高容易炸糊 油条炸起来之后一定要勤翻面 让它受热均匀 炸到两面金黄控油捞出 简单又好吃的脆皮油条就做好了 特别的酥脆 而且里面各个空心 比买的还要好吃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感谢你的支持 下期再见 拜拜